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际有人花了100美金 买了2币 现在价值1000万了 这个人是有那么一个人呢 还是想象的有那么个人呢 我不知道 但从理论上来讲呢 确实是100块能够变成1000万 你当时持有的话 当然呢 不只是10币 像比特币以太坊当初都能够100块变1000万 当然时间上呢 有些差距 这个10币呢 涨得有点猛 这个比特币以太坊呢 涨得没有那么猛 为什么这个死币涨得猛呢 为什么比特币以太坊涨得不猛呢 那是因为呢 这个死币是吵起来的 而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呢 是做出来的 老老实实的 一砖一瓦的要搞一个事 这确实不容易 不是一朝一夕一下就能搞成的 所以说呢 它就慢 炒作呢 确实快 把一部分币销毁了 留一点 然后呢 捐一点 是维生潮做的 维生这个明确的人 如果给我一半 我把它销毁一部分 也这个留一点 也捐一点 结果呢 那涨不了这么多 甚至于有很多人呢 觉得我是炒作 而维生呢 那大家不想他是炒作 觉得维生呢 是这个正常就这么做 他不缺钱 我呢 缺钱 那大家的想法呢 可能就不同 那通过这个诸步 更加这个区块链 公链上的生态 然后呢 逐步让大家取得共识 像这个比特币 主要是取得共识 而像以太坊呢 主要是这个生态链的供链 这个生态的增加 供链生态增加 然后用的人多了 然后取得共识 比特币呢 是因为靠它找 然后取得共识 那这两个呢 都是呢 通过这个取得共识 来增加这个价格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说 哎呀 我们在寻找下一个使币吧 我有一个朋友说 他这个3000块 赚了10万 使币啊 买了3000美金的 3000美金不少了 然后呢 赚了10万 当然他也没炒得最高 他买的也不是最低 卖的也不是最高 取了个中间数 所以说呢 这个 犯了30倍 这是他炒得最好的一个币 但其实呢 也是赌的 就是说呢 那个看中了威神了 就好像有的人看中了 马斯克的拱臂 但是 现在马斯克也是不断的喊单 喊一喊 动一动 喊一喊 动一动 现在喊都不动了 啊 马斯克现在都不敢喊了 再喊 没用了 这个炒作呢 也是遗失的 如果是再有一个像威神这样知名度比较高的人 啊 比如说马斯克啊 也来这么一出 能不能把这个另外一个新的币像死币一样 涨上这么多呢 肯定涨不了那么多了 涨还是能涨 但是呢 涨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用 这个招用多了呢 就用烂了 大家呢 就 以后就用不了了 所以呢 我认为呢 大家呢 不要去找什么百倍币 钱倍币 那倒是要么是炒出来的 要么是做出来的 这个你找到这个币 如果你说他做出来 他愿意不愿意投那么多资金 有没有那么多人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 来把这个事做出来 一般的人啊 不愿意做 一般的人呢 也没有那么多钱 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能召集很多人跟着他一块干 像微神一样 所以说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找十倍币 不要找什么百倍币 千倍币 万倍币 这一百倍变一百万的话 十万倍币了 这种币呢 你是找不到的 你只是碰到的 像我这个朋友三十倍 这个呢 勉强算是找到 其实也是碰到的 我就认准了微神了 就像狗币 我就认准了马斯克了 那我们找十倍币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比特币五千的时候 你买五万的时候 你卖 它就是个十倍币 那比特币都行 那其他的币呢 更没有问题 那你呢 只要看准 它呢 这个币呢 不会归零 一般来说呢 前一百的币呢 相对来说 归零的机会不大 然后呢 你投入啊 像我的朋友投入三千美金 像我投入个一百两百美金 这个根据 每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啊 然后呢 让他翻上个十倍 你把它卖出去 像我啊 一百美金 变成一千美金 把它卖出去 这样呢 当然发不了财 等的时间呢 还很长 但是呢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投资方式 而你找这个百倍币 千倍币 那个是更像赌博啊 赌的运气更大一些 当然了 好像是赚得多 其实呢 很容易呢 砸进去 也就是说 买了一些币 都是空气币 因为 前一百的币呢 不容易成为一个 百倍币 千倍币 那你就找一些新币 那新币呢 当然 百分之九十九的 最终是归零 成为空气币 哪怕你投了一百美金 最后 连一分钱都值不值 所以这种情况呢 如果发生的时候呢 那你最多就是 哎呀 我有好多币 但其实呢 都换不成钱 卖都卖不出去 一分钱都卖不出去 所以呢 这个一百块变一千万 只是一个故事 大家听一听就好 做的话 还是找十倍币 以后我会做一期节目 找这个十倍币 我已经走了 也买了一点了 谢谢大家